11月30号 据多家媒体报道 巴西足球全齐人物贝利 在继续与病魔斗争的同时 已被送往圣保罗医院接受治疗 据报道 这个消息是通过他的女儿凯利·纳西门托发出 他在Instagram上发帖称 82岁的父亲没有紧急情况 纳西门托表示 贝利只是去到医院接受一些药物治疗 有消息透露 这位三届世界杯冠军在2021年切除了肿瘤 据说正在接受化疗以预防癌症 贝利被认可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 带领巴西队在1958年 1962年和1970年赢得世界杯冠军 直到今天 贝利仍然是该国历史上的头号射手 带预防 带领巴西队在422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